美国国税局表示,第四批发放的每月预付款总额约为150亿美元,将汇集全国约3600万户家庭,且大多数的付款都会经过转账方式直接存款支付。 国税局提醒,符合条件的家庭,根据美国救援法案都应该要收到7月15号、8月13号和9月15号的付款,至于未来的付款日期定于11月15日与12月15日。 也就是说,这些符合资格的家庭,家中每一位6岁以下的儿童每月最多可拿到300美元,而每一位6到17岁的儿童每月最高可拿到250美元,且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经转账直接存款发放。 值得一提的是,没有收到7月、8月或9月付款,但10月却收到第一笔月付款的家庭,之后仍会收到当年的预付款总额。 这意味着预付款总额将分为3个月,而不是6个月,从而使每个月的付款额更大。 观众查询,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更多详情,欢迎上美国国税局官网。 多云新闻团队,洛杉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&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8月推荐假设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